粉丝提问,如果载具速度无限会发生什么? 这个问题有意思了,今天我们就来想象一下,将有这三个改变 一,玩家能搜更长时间物资 在经典模式中,我们前期会花费大量时间搜索物资 但搜物资的时间是取决于你是否在圈内的 如果你离圈比较远,肯定要提前跑读 有车也是一样,可是现在载具速度是无限的 那有车就可以多搜一回物资了 毕竟车速度快了,进圈也会更快 二,摩托车大加强 摩托车是这样改的最大赢家 毕竟摩托车的加速起步都很快 就算速度起来了,加速度还是很快 所以到时候摩托车很容易就能达到极高的速度 不管是上天入地都能更快一步 而且不容易被打,因为速度太快了 很多人会选择摩托车 三,被摔死的玩家会更多 但这样改也是有弊端的 那就是被摔死的玩家肯定会多很多 因为速度快了,翻车的概率自然也就更大了 如果不想被摔死,玩家还是会控制车速的 四,路霸桥匪将消失 路霸就是在路边堵经过车辆的人 桥匪就是堵桥的人 在之前确实可以这么玩 毕竟载具速度不快,载具的血量也不多 可现在载具速度无限 还没扫几枪呢,敌人都开车过去了 这还有什么必要堵路堵桥呢 小伙伴们,你们觉得这样改如何呢 欢迎关注三连哦,我们下期见